大家好 我是Grace 我將會用天使卡 為大家做星座運程的預測 今個星期 山羊座抽到這張牌 是記憶 山羊座人際關係會非常之好 包括同朋友、愛人、身邊的同事都是 你跟他們會有很多交流 你會珍惜跟他們之間的時光 你會變得更加敏銳 能夠感受跟他們之間的情感 水瓶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Cheer up 振作起來 今個星期會提不起勁 情緒低落 要記住過去的不足 不代表永遠的失敗 重拾自信、勇氣和憧憬 感受生活裏給你的每一個機遇 今個星期做事會變得更加順利 今個星期 雙魚座抽到這張牌 是選擇 你會有很多選擇出現 要為自己做好的決定 對所做的決定負責任 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後悔 你有足夠的智力和行動力 去享受成果 生活會面臨好的轉變 是一個好的機會給你學習和成長 白羊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是順其自然 你的控制欲會非常顯現 你會試圖將周遭的事情都控制在你手裡 稍有差池都會焦躁不安 放下你的執著 上天自有最好的安排 去享受你現在擁有的 運用你現在所擁有的已經很足夠了 金牛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面對你的恐懼 你會面對一些挑戰的 你要鼓起勇氣 克服你的恐懼 過去的恐懼會影響你對未來的展望 不敢前進 你要踏出第一步 才能夠獲得自由和成功 雙子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是領導 今個星期你會非常有活力 精力充沛 但要留意 你不是一隻獅子 不要亂衝 要有計劃 逐步實行你的目標 你擁有權力和地位 能夠令身邊的人去信服你 聽從你 以及協助你在事業上的發展 巨蟹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是傳奇 你會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不妨找你身邊有經驗的人士 學者或老師去幫助你 向他們學習 可以令你更加有力量 無論在知識上或經驗上 都可以幫助你獲得成功 今個星期 獅子座抽到這張牌 是自力更新 過去你比較依賴身邊的人 你還未發掘到自己的優點和價值 當你懂得欣賞自己 你身邊的人都會欣賞你 這個星期 學習不要依賴別人 你是有實力 可以憑著自己的實力 得到人的稱讚和賞識 處女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直覺牌 你要運用自己的直覺行事 能夠有效地處理工作 不要猶疑 猶疑只會阻礙你的個人成長 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可以了 天秤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是啟事 目標清晰的話 天秤座做事會變得更加順利 身邊的人都會協助你 你自己也有很多靈感 組織能力也會提升 所以有時間的話 可以重視你的心靈成長 要加油努力 天秤座今個星期抽到這張牌 是知識 你有可能會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例如資料搜集 訪問或寫文章 會很學術性 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用不同人的意見和分析 來展現自己的能力 人馬座今個星期抽到 孩童這張牌 你的內心會比較脆弱 要好好保護自己 不過不需要害怕 你身邊有很多善待你的人 要鼓起勇氣 療癒過去的創傷 才能踏出第一步 慢慢適應身邊的事物